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做这里的时候,我的时间保贵,所以随便大家,我还可以谈的 您有什么? 好 请讲 可以,可以,随便,什么问题都没问题 更多,更多,接更多 我不敢说第三个是道 不敢说第三个是道 因为中文字很厉害 通常人说 我听不到您说什么道 更,接更的更 更道 我更加不明白,什么是更道 还有,我想问第二个,艺术 那样东西是怎样? 即是,根基这个我明白 不要一个太死板的定义 我不能讲得很清楚再说,这个定义 第一个是技术,第二是艺术,第三是更多 什么叫做艺术? 其实,每一个人,你去体会,所谓第二个阶段的艺术 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些,就是说,你有了自己的感觉 有了自己的,跟这件事的相应 有了你自己自我的表达和书法 甚至是有一种美的享受 这个就是艺术阶段 并且每一个人是不同的 在这个阶段每一个人不同的 但是已经是脱离了只是技术 或者说只是模仿和人所学的东西 脱离了,你进入了自己一个境界 这个就是第二阶段的艺术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高境界 近道呢? 近道呢,就是一般来说艺术要好 功夫都好,都讲叫做化境 化开,变化的化,化境 比如发境呢,有很多字是 只可意会,不可言全 什么叫做化境? 比如太极,到了高级阶段 就有空境出现 不是说大家试下,尤其推手 我用什么招破你 我怎样发境,怎样走 刺脱、捻练等等 这些,不是 二练一动,那个系 所谓的系 道家用的系 是一个简写的毛字下面的西典 为什么这么写呢? 西典是代表水火 没有水没有火之系 先天后燃正系 以后对中文我都有些体会 我不是学文学的 但是我对中文也有提会 将来有机会 我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字有很多天机来的 太极到了化境高级阶段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有气 有这个 以实用方面来说就是有空境 不用自触 所以所谓尖衣十八跌 你还没有,你想戳到一件衫的时候 你自己已经跌在那里了 从武功来说 表面来说就是化境 从艺术来说 化境就是 完全都不是自己操控的 甚至有少少 好像自己自我催眠的状态 有些飘飘忽忽 就好像老子所说的 忽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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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几百幅作品 有一幅八尺的墓丹 有这么长 可能更阔一点的 很多人看着我写的八尺的墓丹 加密诗、加密打图章 三个钟 很多人看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画出来 等后来他们的表面挂在餐厅上 我一看我都自己下一条 我怎么画出来 我不记得 这不是美丽与不美丽的问题 而是 在那个过程中 人的成分 只不过我是知道 我是画的帽丹 甚至 我的手比我的身更快 我不敢说 到了妙趣天成的原因 但是我亲身感觉到 有一种力量 有一种信息 在那里帮助你 你 这个是否比较接近近道呢 其实所谓道就是大自然的反应 大自然的反应通过你 你都可以表达出来 不用 不用 因为这样大家讨论 是 富商都有收获的 其实我从很多 学生的那些 大家富商沟通之中 我自己的收获都很大 我在太极班我就说 我现在在太极班差不多三十个人 这个是一班 还有其他的班 现在一班三十个人最多的 很多人都跟着我十几年 我就说 他们都说是收获很大的 不止在太极方面 其他方面 他们都收获很大的 我其实不是 收获最大的是我 你们是从我一个人生到 拿了的 我从你们 那么多人生到拿了的 所以 我的收获比你们 更大很多 其实没有什么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分别 道家学这方面 是最考究的 叫做 收到不分心后 打解为心 前人拜后学 以前修炼的人 先修炼的人 反以后来 拜后来来的人 前人拜后 打解为心 这些都很真实 我想问 如果我想学道学的话 一开始 我应该由哪一开始学 做那个根基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 第一 你是不是真心 真心想 所谓学道 其实道都不是学的 又可以说 其实是没得学的 道只是你 收和养 养生 那够了够了够了 还有你收 苏联的收 苏联的收 如果讲和文的话 是学不到的 你背着佛经 背着道家的理论传承 都进不了门 所谓 那些人们 只不过是一个形式 但你真正 的生命有所感悟 对于这个生命 从自己开始 和天地大战之间的关系 和沟通 你有了一些印证 和有了一些知觉 这个时候 才是叫做你开始 入门 所以 很难说是学 学 因为 人生的大部分的经验 都是学 以及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是用自己的人生的手段 自己的安排 去追求这件事 是学 这件事 其实是 艺术也好 武功也好 或者收到也好 都不是一定这样 是一个正确的路徒 有时都是要 到了那个时间点 你想追求的突破 未必追求得到 但是 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自然它会突破 这个其实是很真实的 尤其有很多甚至是科学家 甚至是医生 甚至是高荷闻的人 都有相同的感悟 就说 原来我学那么多东西 是对我是一个限制 我等了 我自己忽然之间梦到了 我知道是应该怎么做的 甚至搞根容的 搞股票的 人行家等等 都是一样的 他忽然之间 身中有所感悟 他就自己创了一条路出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你一句我听不到就是 所以其实我去学习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去得到一个道 你是否这样的意思 是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 说得不清楚 但是开始的时候 任何东西进门的时候 就所谓技术阶段 比如所谓学到 收到或者学到也好 你开始的时候 都是要看一些 尤其是传统 道统 我们中华有中华道统的 你都要去了解 所谓去看一些书 或者听一些 道家的老先生 帮你说道家的理事 和成全 这个都可以说 是一个学的阶段 所以在这一方面 就是这个最基本的 基本的那点的话 我应该可能 看一些什么书 或者读些什么 所以说 这些书有很多 我呢 如果你问我 我看书不多 但是我 先几十年 就看了很多难白感的书 值得看 很多人 那些河远派 或者那些 所谓 正统的那些河子 就说 他完全都 不懂事 亂说的 其实那些人 才是苦语 是啊 那些人才是 将孔孟之道 或者中国道家的东西 是很黑板的 在那里 乖批的 那当然 是真正 我看他的书 我知道他是真 是通天帝 不是只是知识 学问 那么简单 他都有介绍 譬如 我看他的第一本书 叫做 《打座修道与长生不老》 不过有一家书 特意卖南亚锦的书 所以 你如果是想 其实南亚锦 他又不是道家 又不是佛家 他又不是瑜伽 他什么都不是 但他各方面都有论述的 例如 柳庄 孔子 孟子 孟子 等等 他都有讨论 对斯加密尼 对壮传佛教等等 他完全都有论述的 而且他完全没有持续一个观点 就说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他从来都没有 甚至他有时说的 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是想 收到 日门的话 你看看南亚锦的书 我认为他反而比较静 静邪的静 他不是宣传 他完全 一些宣传的意思都没有 很多都是 他讲课的时候 学生帮他的 紀錄的稿 来的 跟着他再 搞对 他说 这里错了些 和我的原意 争了些 他又有所改动 但是 是真 这些书是真的 反而 比较多些 什么 打着高增 大德 那些 比较好很多 因为他没有持续一个观点 他又没有宣传 没有去限制你 他只不过是用他的感悟 甚至他人生的一些经历 给你参考 这个是非常之宝贵的 很多人没有他这种的态度 所以我 我都挺 崇敬他的 当然 他现在先游了 大概 十年前 离开了 老师 不用 老师 请问 如果看他的书 有时候我不能看得明白 譬如老师 或者看那些书 如果我看不明白 那又去哪里问呢 我有时候也看不明白 哈哈哈哈 是真的 郭先生送了三本书 叫做《我说参同期》 他看得真真有美 这个是南韦庆的书 差不多十年前 他送我的三本书 《我说参同期》 我看了一大半我都看不明白 那如果看不明白 那也是自己参透了 你的意思也是 其实很好的问题 很有趣 其实 关键看书 其实 计划老师 有这么说 你看书 不是看那些字 你是看字 之中没有的东西 你 你看背后的东西 你看是看文字之外的东西 你看某些书 你看某些书 譬如我写真经 我随便 我写真经 我写了几百遍 所以我 有人说 你识背 我说 识背了 我写了几百遍 其实 真经 你如果用自学 文学 甚至用佛学去解释 都没有用的 只是你读真经的时候 你读一下 你自己 你身中有了些感觉 忽然之间 咦 有些感悟 那才是真正的效果 你翻译得非常之好 甚至我 帮一些美国朋友 我的英文都很差的 但是我帮一些美国朋友 翻译心经 他们都认为 翻译得很好 我说 其实我英文很差的 我不是翻译得好 但是我是用我这个感觉讲的 你的意思是说 不用 听得到 听得到 总之就是 读多几篇 自然有感悟 总之你误到就误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呃 其实 其实 其实呢 这个呢 真是 很难 很难去 下一个定论 就是说应该怎么样 如果你完全 看得很明白 甚至你背了 真是未必有用的 你譬如 有个法国妹 送了 十几年前 送了一套 《Conversation with God》 就是 《与神对话》 她说冯老师 你一定是喜欢这本书的 她送了一套 三本 我一看真的是真正的 我一看好呢 我买了几套 送这个 送那个 我送了我弟弟 我弟弟 送了一套 给她 她说我看了七遍 我都记不住 她说的东西 我都不明白 其实没有用的 你记得也没有用的 其中有几句 你忽然间感觉 咦 为什么对了我身中所讲的 东西 那就可以了 最主要看书 很多东西是 和自己身中有的东西去对应 书太多了 就是 每个人所谓 读书 或者是学习 那个方向 行动 不可以 太过规定得很严谨 我是这样的 你认识的 就好像 中国的艺术 都是这样说 就叫做 此经义 此不经义 此经义 此不经义 你太认真 又不行 你不认真 又不行 例如我当时的教授说 你又捐到进去 例如艺术 你又捐到进去 你才可以得到 最新的 知识和感觉 但你跳不出来 就完美 你又捐到进去 还有跳出来 这才是一个平衡 不是生恶 这个不是生恶 这个是真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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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释 是每个人自己去解释 但是 这个 此经义 此不经义 是 都 真的都 挺 挺 真实的 总之在艺术方面 我的体会就是 你又不可以太完美 或者太 是正 所以 譬如 中国的画 画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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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 有少少 病太美 画得太完美 太完美 就更俗 熟 則更俗 你比如说 我一个书法 我一个书法 老师就说过 有生恶 生不恶 生恶是什么呢 要绝 提早边一个出日 就是出 要绝 要霸 霸气 霸气 要厚 厚薄的厚 一点不是说要靓 要受气 要厚 都不要 怕就怕 是约 瘦 和薄 所以他 教我的书法 其实是我们家里的 小同乡 是我爹的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原来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原来他是中国的大文豪 是中国的 过风位 都很好 过风位 过风位 挂风的风位 是因为的 都很惨的 请说 那就是 问题呢 就是说 书法 也不一定是 在这个帝书 或者这个 台书 如果我想 立这个 立这个 《金刚经》 就说 就是《老宗》 很不懂的《金刚经》 那我不知是 还是用这个帝书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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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如果是 如果是从小时候 就开始 打这个书法的基础 最好是 先 背铁 先 先是钟顶 跟着石鼓 大船小船 跟着地书 跟着慢慢慢慢地来 但现在我们的成年人 现在想玩一下 想 逃一下盛情 你看着什么 碑铁好 你就随便 解一下 就可以了 不需要 承担他 帝书也好 或者戒书也好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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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请过 请过 我想 冯老师 可以分享一下 你日常对生活的 心境 的状态 哦 这一刻 真是问到我了 我 我都不知道 我是什么状态 总之 我尽量 第一 年纪大了 除了有 道家的养生帮我 也有太极 很多很多 养生工 帮我 但是 我想 最重要的 都是心 如果那个心 不放松 不放得开 并且 我的人生经历 是很 复杂 甚至可以说 是很惨痛的 你们想象不到的 有些人说 你没有可能的 看你的样子不像 那么多 坎坷 那么多 是很严重 兴肥的 所以我尽量 我自己的宗旨就是 尽量 尽量 要保护好它 尽量 没有必要的思维 消耗 挂虑等等 尽量没有影响我太多 尽量 简单 尽量简单 尽量放松 所以有些人都说 冯老师,我想开一些新的太极班,行不行? 我说,不开了 我现在不需要,不想再去 有什么所谓事业,进取 或者是不想 尽量简单,放松 比自己的生命平静点 这就是我的方向 至于,我真正是什么状态,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些人说,他癫癫底的 他早来80岁了,还开了电单车 我还可以的时候,我便可以 我不行的时候,我便放递 老师你好,我就比较细续一点的想法 我想问你,你说的先天生命的潜能 其实跟西方浩雪国的潜意识 是不是类近的东西或者概念差不多呢? 还有,在我们这三堂 因为你说没得教没得学 要启发的这件事 那我们会不会有机会有老师帮我们启发一下呢? 可以可以可以 主要是看大家需要 因为我都说我是被动的 我不安排任何的事 如果大家需要,这是一个机缘考核 我和大家这个世界这么七十亿人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宽罪一堂 我都是很感动的 我们原本是完全都不懂的 但是,是个天意的考核 我们现在大家坐在一起 在那儿开心,在那儿玩 甚至可以说是享受生活 只有大家需要的 我和郭先生都说过 只有需要的 你什么时候叫我 我都会来 比如,如果大家 尤其是这位先生 这位哥哥 刚才一下就提到这个正题的话 其实我这几十年 主要的经历都摆在这里 如果需要的话 要过身去安排 比如,尊专 是搞一些所谓 养生的 启发先天生命反应的课程 是另外一些不是讲艺术的东西 都可以 只要大家需要 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上班 我平常自己还有太几班书画班 都是朋友 帮我出来 大家一起玩 甚至很多时 我的书画班 十次有九次 就好像这么聊天 他们拿自己的作品来讲 之后大家点评 他就说 这个,哇,你很大的进步 这个,哇,你原地的毛病没有了 等等 大家在那里聊天开心 你刚才的问题 你刚才的问题 我可以说 我不可以下这个定义 但是 可以说 不是潜意识 因为 只有你真正亲身经历了之后 你才知道是一样什么 甚至可以说 是 你变成是一个旁观者 甚至是 你看着他 不是说 我怎么样 你又放下 你是好像站在旁边 看着他怎么样 这个只有 真正有出现的反应之后 你才可以 可以说 等一等 你简单一点 因为他就是 我知道他的收获很大的 因为他认为 他自己的身体 是发生很大的变化 以前很弱 身体不好 但是现在他不止好 他还会帮人医病 你 叫他简单地说两句 你感觉那个 生命先天 反应 来到个身体 出来出来 出来 我不客气地说 因为是老朋友来的 你 你简单的 没有长篇的 不要将你的问题 我问出来 最大问题就是 本来手 要做手术的了 但是 自己会慢慢自己会好 连职业治疗师 都不明白 为什么 问我怎么做 我都 就是 我说有这件事 但是他们是 想不到的 要自己亲身经历过 这个先天的原理 你就完全 冯老师说什么 你都是鱸鱼 所以 我现在怎么解释了 很多人都不明白 我知道 在这里拍摄 就是这样 没有 没有 首先 老师也是教我 暂装 暂装 然后你 如果能够 老师我帮你 不要 好多人 你放了我 不 我习惯了 我熟悉了 自己就去到那个境界 像我这样 我又不懂太极 但是我又灑到太极 灑到 灑到 只用暂装 好像人 要放一个天线 这样的架势 你做了一个天线的时候 你就会接触到 先天元气 天地的能量 就会去到你身上 你的过程很久 很快 我上去第一次 已经感受到了 是啊 是啊 不是 那次 我病得很惨 病得很惨 去哪里 医医了很多钱 但是也是不行的 朋友叫我来 我去老师那里 他只叫我站在那里站立 然后 很快 他就 来到 接着 另外一件事是自己感受到自己會移動 電影會自己走 剛才好像我幫朋友那樣 電影我給他自己感受到這裡的頭頂 有電影在這裡不停轉 我自己本身經歷了很多事情 不會的,我隨時隨刻都可以做到的 是的,我就可以不用站 有些人是不行的 有些我試過幫朋友 我在這裡幫他們,他們是做得很好的 但我不在這裡,他們就說自己做不到 因為他們集中不了自己 我一站在這裡,他們就會來 是的,是的,是的 其實我一直是清醒的 我是知道,是的,可以 是的,可以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 這件事真的要有個宗旨了 你自己來的嘛 根本你那個戲是 如果你心無雜念 或者不會想邪惡的 你不會走去邪道的 你是清醒的嘛 你隨時停就停的 好像我 是的,我叫自己停就停就行了 OK 其實表演沒用的 你看到現象 不是他生命的真相 我將來還有兩堂 我可以表演一下所謂的武功 你看一下,你肯定沒看過的 就是這種 任何的拳都不會好像 先天反映出來的那種 所謂的放鬆、完整 以及非常之快速和靈活的 跟任何拳都不同的 我可以表演 那些表演 你當作打機 或者當作武功 這樣看就行 但是 如果你叫他表演 可能他出來 他自己拍一些經 你只能看到現象 你看不到那個本質 一定要你自己體會之後 你才知道是一個什麼字 而且每個人都不同 因為剛才他們太多的問題 有些說 是不是斜的 是不是自動動的 自己清不清醒的 那其實 問答過程之中 可能你們有些訊息是流了 或者是聽錯了 OK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上學這三堂 拿到本書 或者訂帽 明年每一句 我們邀請老師來這裡 那大家就可以繼續研究 我可不可以問剛才的問題 可以 可以 剛才你有提到 你的小童鄉跟你說過 那件事 我不是很記得 你是說 三要三不要 書法方面 不是 是啊 我講過小童鄉 對我的書法 是三要三不要 書法老師 是一個大文號 三要和三不要 是嗎 有口 有白 有絕 第一是有絕 絕 提出哪一個出日的出地 那絕是甚麼 笨絕的絕 就是不要考 為何是絕 絕 為何是絕 我又問你 這個自由心 你怎麼體會這個絕呢 絕本身是有一種菩薩 我的智慧裡面只有笨絕 你可不可以指點一下我 笨絕 笨絕 都是好的 笨絕 可以解釋一下 可以解釋多一點 解釋多一點 沒有問題 譬如說 我有一個師叔 師叔 叫李健宇 都是功夫方面 他的師父 他不只一個師父 但是 他的師父 後來 他找的師父 就是王香斋 就叫他贊壯 贊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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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贊壯的基礎 就是這樣贊壯 任何東西都不搞 贊壯 他贊了三年 任何東西都不搞 但他每天都贊 最少五六個小時 好 這是絕 笨絕 這個反而是很純 他就反而從中得到好多好的 王香斋就說 他李健宇 真是笨功夫 但這個打基礎打得好 這樣說 絕的意思是在我的基礎裏面 好 沒有… 沒有取巧 沒有取巧 可不可以說 有一些是 在那個點上 變得很精銳 很微細 很尊 其實我告訴你 其實我告訴你 人的學知識 甚至研究科學 很多時候 一定要找一些解釋 其實這個方式 本身就是 一個限制和誤道 來的 所以中國古文 非常之好 他做了一兩個字 你自己去誤道 你比如說什麼什麼 言也 什麼叫言也 是對的 其實 你如果幾十萬字 可能都說明不到一個問題 中國古文幾個字 他幫你自己去體會 所以他不是很死板的 給你一個定義 就說這個絕節 你由第一 完成了什麼 第二 你達到什麼情況 第三 規定死了 那麼那個絕節就沒有了 反而沒有了 絕 你還用你自己 現有的 理解 知識 和你的人生經驗 可以理解就可以了 你理解住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三不要是 三不要是 受 不由受 不由 肥受的受 受 受氣的受 受氣的受 受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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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受 你受的話就不絕了 這是對立的 生有生不要 正好是 恩養對立的 其實我從 這個生有生不要之中 都收穫很大的 可以說是 終生受益 你作人都是這樣 你處處都是 每次都是表面的美麗 有什麼用 你要自己很誠實 甚至蠢一點都不怕 我沒有時間限制 主要是大家看一下 需要的話 我們時間寶貴 因為三堂課都時間很短 其實真正中國文化也好 或者養生、哲學也好 叫他們到家鄉 叫們我的手 在家鄉下 叫做小朋友 叫小朋友